刚把相关的数据 我想你们要试慢慢的要自己去找到 那个到底尺寸为多少 所以刚刚讲第一个先做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的尺寸的话多少 56度点 然后长宽的话 108度点 高的话多少 63 Enter 好 再来的话呢 做圆角 那圆角部分的话呢 它给我们圆角是半径 R多少 REnter 28 Enter 然后呢 选这一边 这个跟这个 OK 两边 然后空白键 再加Enter 这样的话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里面 这个 这个要怎么做比较快呢 其实 你可以用插级的 或者是说什么 按拉 其实有时候 按拉有时候还蛮快的 那当然 不过它缺点是会产生2D线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先这地方 那怎么做 第一个先侦测UCS DUCS 一定有按下去 那移动到这个面上面的话 它自动会侦测到这个面 有没有看到 灰灰的 有没有 或者是说 我看一下用那个 假如说我用那个 2D线架构的形式的话 其实它会有虚线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里面会有两个圆 有没有 这个虚线会出来 然后点一下 DCUCS 会出来 我们先画外面这个圆是多少 15 Enter 然后里面再画一个圆 空白键一次 再画一个 那也是要要侦测什么 这个面 有没有 你如果面还没侦测出来的话 你不能直接 一定要先侦测外面这个面 然后呢 再移到中间中心点 点一下 否则的话 你那个圆会变成是 UCS不会在这个面上面 10Enter 好了之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用比较宽的方法 用按拉 直接把这个拉过来 因为长度只要大于 它108的话按下去 这个就挖一个洞了 再来的话按拉一下 就是侦测外面这个圆 外面这个圆 点一下 往里面多少 3Enter 应该是3吧 里面内部的部分是3Enter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做完毕之后的话 你可以按Escape跳开之后 来看一下概念 看看有没有挖 挖出来我们要的 OK的话呢 那另外 它2D线在这里 那有时候 你如果觉得2D线 要把它删掉不好删的话 当然我前面教过各位 你刚才把它搬到旁边去就好了 搬开之后的话 它就留在原来嘛 你就把这些删掉就好了 啊也可以去慢慢找啦 不过你一般2D线 有时候要点 哇点好久点不到 因为它是跟3D融合在一起 好了之后的话呢 再来 最难的 这一题最难的 就是怎么样 做这个地方的这四个东西 那这四个东西的尺寸 特别注意 我们先把2D画出来 2D的部分呢 它里面的这个2D部分呢 距离应该是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其实可以从前世图看到 前世图里面呢 它有一张图 前世图里面